我是小狼 謝依林 我是老師 謝文謝 為了要介紹這本書呢 我很快的問我的兒子 謝依林 小狼 幾個問題 讓他快問快答 跟聽眾朋友做一下簡單的互動 那我想問你 如果現在馬上有機會 讓你到NBA去看一場比賽 你覺得NBA明年的總冠軍戰術 我是拿兩隊對打 你會覺得馬上我就買票去看嗎 明年嗎 假設 明年我會希望是 金州勇士對上 博士頓的賽爾提克 為什麼 我對賽爾提克的年輕球員 其實是很期待的 然後他們的囚風我也很喜歡 你認為念書是天賦嗎 念書是一種天賦 但是它 需要努力的成分大一些 好 請問一下 你到底怎麼做到時間分配 時間分配其實我覺得 看哪些是自己選擇要做的事情 比如說像 課業 雖然我當初選擇這個系 但是可能我在學的時候會發現 其實我不是那麼喜歡 但是選擇的那些活動 比如說像是寫書 然後寫專欄 看球賽 這些都是 我覺得自己很喜歡的事情 我就會花比較多時間去做 當然我就會知道 勢必在科業上 我會少很多時間去做 當然有喜歡跟不喜歡 就一定會有表現得好跟表現不好 所以我知道我科業可能會表現不太好 我甚至有預期 我會被當一科 但是其實結果出來是沒有的 好 我再問一個問題 你好 你對這本書的期許 跟我們讀者說一下好嗎 希望這本書可以帶給 不管是當父母 或者是當子女的人一些 可以看到我們 我跟爸爸之間的互動 可以去想一些 關於自己跟子女 跟父母親的一些對談 或者是一些觀點上的交流 可以更理性一點 就是可以更去知道 對方的角色在想什麼之後 站在對方的立場去 為對方想 然後講出一些 基本上對兩個角色之間來講 是有建設性的 有建設性的話 而不是單純在吵架這個方面 因為其實 吵架是傷心又傷神 這本書會大賣嗎 我當然希望會大賣 但是即使讀者不喜歡 我會繼續努力 因為之前聽過 陸廣東說過一句話說 創作最美好的一件事就是 我喜歡的你剛好也喜歡 希望這本書你會喜歡 最後我花一點時間 跟各位讀者說幾句話 二十歲的小狼 五十歲的老師 其實花了我大半年的時間 完成這本書 我跟我的兒子一起和寫這本書 今年五十歲 他二十歲 我覺得我人生沒有什麼好遺憾的 父子 父女 母子 母女 這四種關係當中 對我來講最複雜 而且最難懂的 就是父子關係 我們有很多彼此說不出來的話 都寫在文字上面 這本書適合任何年紀的 父母親 子女 或者是大學生 職場工作者 對籃球 棒球 有興趣的讀者 也非常適合 這本書花了我們非常多的時間 親子之間親密的互動 Man's Talk 等你來閱讀喔